世界蘭花展以及台灣國際蘭展 今年首度同時在台南登場 不但展出了各式的蘭花品種 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也期待兩大展覽能夠發展 加值效益 渴望創造百億元的商機 引并歸上不同色彩的蘭花 利用奈米科技渲染技術 呈現共襄盛舉62個國家的國旗 成為展場一大亮點 也展現台灣原藝科技利益 每三年舉辦一次的世界蘭展 2024年在台南登場 也是七十年來首度來台 正逢台灣國際蘭展 兩個蘭展同時舉辦 成為台灣歷史上的創局 國際蘭展我們以產業的核心價值 跟生活的應用 來規劃我們這一次國際蘭展的主題 因為他本身比較強調的是 我們對環境的保育 對蘭花研究的發表 對品種競賽這方面的延伸 也讓世界知道我們台灣 對這一塊土地 對原生蘭在這部分多年的 這方面努力的成果 兩大盛世聯展以婆娑之然 舞動世界為主題 各具特色 額外銷瓶 創家機的台灣蘭花 去年蘭展訂單突破百億元 今年兩大展帶動加持下 預期超越去年成績 前幾年的一個那一個疫情的關係 或者二烏戰爭影響能源上的成本 但這一不嚴肅呢 其實也相對的漸漸的也比較區緩 我們所有的那一個整個營造出來的水平 跟銷售的部分 其實現在呢其實也很好賺 世界蘭展在大台南會展中心展出 而台灣國際蘭展 則是在後壁農業科技園區 蘭花園區展出 從二月二十四開始為期十六天 結合二零二四台灣燈會在台南 展現台南深厚的文化底蘊 和多元的城市景致 記者文正合園談報道